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就是 Honda Malaysia 正式公布了 2020 Honda City 开放预定 而且这次 2020 Honda City 还有两个惊喜 第一个惊喜就是 Honda City RS 确定会登陆我国市场 第二个惊喜就是 本地 Honda City 将会搭载两种全新的动力配置 所以今天的影片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2020 Honda City 搭载的全新引擎配置 到底有什么惊喜的地方 在这里先告诉你 这个全新的引擎配置 峰值扭力达到 253 纽顿米 根据 Honda Malaysia 官方公布的信息 我们的 City 会有两种引擎配置 也就是全新的 IMMD 还有 IV-TEC 而且就算是 IV-TEC 的自然进行引擎也是全新的引擎 这具引擎在之前的影片我们就讲过了 想看一下之前的影片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它是一个全新的 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除了有 IV-TEC 技术之外 它也有 VTC 这个气门技术 它的最大马力是 121PS 峰值扭力 145Nm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引擎动力好像跟现在的 City 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它差异的地方还是有的 首先就是它的峰值扭力 从现在 City 的 4600 转变成了 4300 转 你就代表着它的低扭会更有力 这辆车的加速表现也会更好 而且因为 VTC 技术的加入啊 这个普通的 IV-TEC 引擎呢 它的油耗表现也会有所进步 所以这个引擎还是相当值得期待的啦 尤其是在意这个有力省油的你 如果你觉得这个全新的 1.5 自然进行引擎 还不够惊喜的话 不用紧 因为 RS 搭载了这个全新的 IMMD 引擎 这具引擎已经在这个日本的 Honda Fit 还有英国的 Honda Jazz 上面使用了 首先在汽油机方面 它采用的是一具 1.5 公升的 R 金升引擎 然后它搭配了两个电动马达 这两个电动马达主要是辅助 而且这个全新的引擎配置 最大的亮点就是 它没有变速箱 你真的没有听错 它真的没有变速箱 它主要是依靠这个离合器 也就是 CRUSH 来让这个马达还有引擎做连接 它可以选择断开引擎的动力 或者是连接引擎的动力 也因为没有了这个变速箱啊 所以这个车辆的配重跟车辆的重量啊 都会更好 所以也代表着这个 IMMD 引擎啊 会让这个 Honda City 的操控表现更出色 因为它有了更好的配重 虽然说它有两具马达 但是这两具马达负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首先第一具马达负责的是动力 它把动力传输到前轮 并且和这个汽油引擎做一个结合 所以综合动力之下 这个车辆的引擎会非常的出色 第二具马达主要是辅助第一具马达 它并不提供动力表现 它主要的功用是稳定电流和电量给第一具马达 让第一具马达的这个动力输出可以相对的平稳 不会出现一下有力一下没有力的情况 也因为这两具电动马达的关系 所以2020 City RS 的这个动力表现 是同级车款里面最强的 目前 Honda Malaysia 并没有公开这个 2020 City 的这个动力数据啦 他们只是公布了峰值扭力 你们猜一猜它的峰值扭力有多少 253 Nm 这个 253 Nm 是怎样的一个境界 它已经媲美了2.5公升的这个自然进气引擎喔 再来如果我们和这个泰国的 City Turbo 相比 City Turbo 的 173 Nm 也是明显逊色给这个 253 Nm 所以看出啊这个动力表现应该不会差 官方目前也还没有公布这个 0 到 100 的加速表现 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搭载同样动力配置的英国版 Jazz 加速表现 在英国这个 IMMD 引擎是叫做 HEV 它已经搭载在 2020 的 Honda Jazz 上面 根据英国 Honda 的官方资料 这个 Honda Jazz 呢 0 到 60 英里 又或者是 0 到 97 公里的加速 需要 9.4 秒 但是根据这个英国的媒体 Car World 它们的测试 这辆车的实际 0 到 97 加速 只需要 8.94 秒而已 在非性能的车款里面 8.94 秒其实是非常恐怖了 我们在看下之前泰国媒体测试这个 City Turbo 的 0 到 100 数据 也是差不多 10 秒 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出 虽然 Honda Malaysia 官方没有公布这个 City RS 的加速表现 但是它比泰国的快应该不是问题 你以为这些就是 2020 Honda City 的全部了吗? 其实并不是 除了在引擎上面很强之外 这个 2020 Honda City 的配备上面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首先在 RS 和 V 版本上面 它都有这个 Honda Landwatch 的功能 这个 Honda Landwatch 就是在你打开这个方向灯的时候 通过侧边的摄像头把影像投放到车内的主机上面 让你不会有这个车侧盲点的担忧啦 因为你也知道马来西亚很多的摩托很喜欢下来下去 如果有盲点你转弯你没有看到 你是不肯定把它装下去了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 Landwatch 也好啊 还是 Bright Sport Monitor 也好 在马来西亚都是非常好用的配备 再来还有一点 我们的 Honda City 拥有一个同级车款都没有的东西 就是电子手刹车以及 Auto Hold 这个东西不要说本地的 V-Segment 车款没有 就算是泰国的 Honda City 都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出 Honda Malaysia 是多么有诚意的 我也相信这个电子手刹车应该可以吸引到不少人去选择它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用啦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没有传统手刹车你不可以飘移了咯 自从 2001 年 Honda Malaysia 进军我国之后 他们引进了 Honda City 这个 Honda City 在我国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 35 万台 可以说是 Honda Malaysia 最成功的车款之一了 而在上一代的车型因为配备的升级 还有空间的更合理性 它成为了最畅销的 V-Segment Sedan 在新一代的车型上面 引擎升级 配备升级 所以我很看好这台车可以继续成为 V-Segment Sedan 之王 你是不是也有一样的看法呢? 其实从今天开始 Honda Malaysia 已经公开让公众预定这个 2020 Honda City 了 如果你对这款车有兴趣啊 你已经可以去 Honda 的展示听闻一闻详情啦 行动不如行动 快快去买 OK啦 以上这一期就是我们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多多 comment 让我们知道 你对这个 253Nm 的 City RS 有什么看法 OK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